大家好,我是phd微道 喜欢一个诗案粉丝的牌子 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 那么今天呢 就再来看一篇 就这种人体的识别的这种文章 它呢就是使用wifi这样一个信号 就是wifi嘛 就是我们正常的wifi 因为wifi这个东西呢 你正常使用的时候呢 它呢是不给你显示任何东西的 就是连上网了 还是没连上网 但是呢 如果你要是进入到它那个系统里面 你有一个evideation的这个software的话 那么呢 你就可以去看到 就是说周围有什么样的物体啊 或者是怎么样 哪个信道的信号到底是什么强度啊 这些的 那它就可以使用这样这个mimo模式的wifi呢 去看到 就是说这个我们党里有一个物体 在阻挡我们的wifi信号 那这个阻挡物体的这个阻挡这个物体呢 就是我们的人体 好的 那它做法呢 其实就是这样 这wifi上面呢 有一个tx天线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rx这样一个东西 那我们人体呢 在中间的时候 你看它原来是这么一条直线传输 但人体在这的时候呢 你去挥舞动作啊 或者怎么样 它呢就会让这个信号呢 它有一点的这个变化 于是呢 我们如果能真特知道这个变化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去把这个人体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呢 给它识别出来 它呢不仅能识别出来 就是说你做的是什么动作 对吧 你是在挥手啊 还是在转圈啊 还是在怎么样的 你呢还能做出来 就是说这个人到底是哪一个人 对吧 能识别出来这个具体的信息 好的 这边呢就是一个人 对不对 人呢 就不同的人 你看这是一个人 这是另外一个人 这是另外一个人 然后呢 他们在做完了之后呢 可以画出来一个这种 应该是rstft之类的东西的图吧 反正是画出来这样一个平谱的这样一个图 然后就发现了不同的人做同样的动作 他你看做同样的一个动作 他这个信号呢 发生的变化呢 是不一样的 那有的人的手更大一点 有的人的手都更小一点 可能男性的手更大一点 女性的手更小一点 对啊 他反正他的变化呢 就非常多 而且你发现呢 他的这个变化呢 都差不多一样 就是每一个人呢 他做了三次实验 那instant的一二和四 然后呢 你会发现了 他三次实验做出来的结果呢 都差不多 所以说呢 这能识别出来哪个人是哪个人 把它切分出来 也可以去识别出来 对吧 可以做这件事 那么呢 还有就是说同一个人 对吧 这是同一个人 然后呢 他呢 去做不同的动作 你看做这样一个动作 还是做这样一个动作 他的结果呢 也不一样 所以说不同的 不同的人呢 能区分出来 然后同一个人做不同的动作 也能区分出来 那不同的人 做不同的动作呢 做这样一个动作的话 你看这个动作呢 就是这个样子 他有一个轨迹 能够看出来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OK 然后呢 不同的动作呢 他呢 会有不同的轨迹 是不是 就大概就类似于这样吧 这些图大概就讲到这么一个内容 所以说呢 他呢 就在去做 对吧 看看到底是怎么样 才能把它识别出来 并且呢 这边呢 有一个range的这样一个图 对吧 就是一个frequency beans 这样一个图 这边呢 还有一个速度的一个图 所以说 他可以在这个图上呢 进行一些额外的操作 这些附列变换啊 之类的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 更具体的一些 detail的信息呢 给提取出来 然后用这个信息呢 就可以去做后面的一个检测模型了 那这个模型呢 其实也非常非常的简单 就是说 左边呢 是他输入的一系列的动作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动作呢 经过了这样的一个 CN加上JRU的这样一个模型 其实就是CN加上RN的这样一个模型 或者叫RC 或者叫CRN这样一个模型 那这样一个模型呢 他就可以把这个人呢 检测出来 对吧 这个位置是什么样的 然后呢 他呢这边就画到一堆东西 其实实际上呢 就是一个CN 提取每一个动作的feature 然后呢 再把它放到一个 我们的一个RN里面去 然后呢 后面这些画的图呢 都是告诉你 就是说 它的梯度是怎么训练的呀 这些东西 这个呢 就是说 这个图上的内容不是特别多 所以他要整点东西来凑一下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吧 就是说 你写的文章多了以后 你就能看出来 然后呢 最后的结果呢 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你看这个行业呢 也非常卷 你看他们都卷到什么程度呢 都卷到最后百分之 最后两个百分点了 是不是 最后两个百分点 然后这边呢 也是最后一点百分点 所以说这个行业呢 这个如果要是他比较简单的话呢 他做起来呢 就非常的复杂 你看他 就是卷到最后都已经卷的 就是无法可卷了 当然是这个样子吧 所以说呢 我建议大家选赛道的时候呢 一定要选一个好点的赛道 不然的话呢 这个选硬卷死的赛道 会像CV那种 对吧 一年初好几千篇 好几 就是你看CV先有多卷呢 就是说 比如说就是COT这样一个事情吧 然后呢 最近发了一个survey 就是讲最近半年来的工作 然后半年来的工作呢 他呢写了一百页 然后里面有至少一千篇 这样的那种 所以说半年之内 他迭代了一千篇出来 对吧 你这个你还怎么做呢 对吧 这个非常疯狂 所以说CV呢 你可能都不能 就是现在作为一个正常的人类啊 你都已经没办法去了解到 他最前沿的这个地方在哪里了 因为他这个最前沿的地方呢 每天都在变 或者说每个小时都在变 对吧 你这是怎么玩呢 对吧 每天都要发出来 可能一百篇文章 你怎么去做这样一件事 那这个就实在是太痛苦了 大家现在都已经进入到 大学漫画的状态里面去了 好了 那这个视频呢 就到这里 给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